所以你们三人谁想留下来 现在告诉我 那其实 我其实 我觉得我可能 还是会想要留在上海 留在上海 我觉得我可能 还是会想要留在上海 你一直在想回到上海去 我觉得董总对我们很好 我觉得董总对我们是真诚的 所以应该要得到真诚的回应 那你学的是营销吗 我是学工商管理 我的系叫工商管理 但我课程的主修方向是市场营销 营销很多 你准备在什么产业 什么行业去做 做什么样的营销 我想要做快销品行业的营销 然后我希望我的营销 是做比较偏数据方面的营销 那你是去搞后台 比较像是 搞互联网后台 对 所以我对你们的看待还是没有错 你自己考虑一下你想学的专业 你想去做的专业 正好这里有最合适的位置 对 很想诚实地跟董董你说 因为我觉得其实来珠海两三个礼拜 我对珠海这个城市好像不是那么习惯 然后因为我的确是有家在苏州 然后上海离苏州很近 就还是希望可以选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城市 但是如果你是搞数据分析的 你喜欢这个 我倒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好的 但你想留在上海也没问题 自己自己把握 嗯 因为这里还是 我觉得还是机会比较大 嗯 应该这样说 但因为这个环境 你觉得你家近一点 那是没办法 不关上解决不了 我其实从小是在苏州长大的 然后其实从小是被我外公外婆带大 然后我会觉得 如果我选择一个工作不是在 就不是在上海城市 可能我外公外婆他们会很难过 就他们也不会反对 但他们就是可能会有点小小失望 我当时面对很想来隔离实习 可是来了之后才发现 好像不是那么适合 对然后我觉得实习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 出于自己一些兴趣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考量 觉得第一份工作 可能别的公司更加适合 找一个工作很容易 找个好工作不容易 找个好环境更容易 嗯 机遇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嗯 因为你是实习 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展现自己 对他们本身即使留和不留 对他们都是一个人生的阅历 没错 我也从家乡到了外地 没错 带了两年的时间那种回乡的感觉 嗯 那真是非常强烈 你再给我多的钱我也不在这干 你再给我好的工作我也不想 我就想回家 所以我还是非常能够理解 对 对 对